激光加工小圆图案时 如果速度过快 可能会导致图案变形 小圆线素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不用小圆线素 加工一个6毫米直径的小圆形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加工后的效果并不理想 下面让我们用小圆线素功能优化一下实时 我们点开设置 系统设置 优化参数 找到小圆线素打上钩 系统有一套默认的小圆加工速度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参数 下面让我们看看加工效果 这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小圆线素功能的作用了 再来看看选项卡 这些参数分别是1.1到8.1毫米的小圆加工速度 我们可以看看不同速度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里分别是三个长宽 50毫米 30毫米 10毫米的方形 和三个直径分别是8.1毫米 4.1毫米 2.1毫米的圆 下面要我们来仿真加工一下 看看速度有什么不同 注意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激光在加工原型时速度明显变慢了 我们实际加工演示一下 V8是一套非常智能的控制系统 实际加工中可能会面对更为复杂的情况 但是无需担心 并任何卫83 担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